移动互联网的到来 催生了海量互联网经济 移动通信技术已经成为了互联网的信息高速公路 谁掌握了这条公路的建筑权和收费权 谁就牢牢地捏住了别人的经济发展大动脉 在5G之前 高通公司几乎主导了每一代通信协议的制定 光靠收专利费就疯妈了 根据2022年高通财报来年 其授权许可业务QTL 营收折合人民币高达455亿 使用了高通的多摩5G手机 手机厂商每迈出一步 就需要向高通缴纳手机销售额5%的专利费用 所以也就很好理解 为什么手机发布会上高通会频频站台了 因为从利润角度来看 某些没有核心技术的国产手机厂商 就是给高通打工的 但是随着5G时代的到来 高通躺转的好日子彻底结束了 华为在5G领域的异军突起 给了高通致命一击 通信是一个高度标准化的领域 谁的专利多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在5G领域华为以21%的占比排名第一 昔日霸主高通核心专利占比仅剩10% 排在华为、三星、LG后面 只能排到第四位 美国不仅在5G专利上落后我国 在5G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不尽如人意 从基站建设水平上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已经建成了321.5万座5G基站 5G基站数量占比高达28.1% 而且我国的5G用户总数已经高达7.54亿 得益于5G网络的大规模覆盖 手机流量使用同比增长近15% 运营商营收增长近7% 已经形成了正向循环 为了防止再次在关键领域被卡脖子 华为一直要力求在5G核心领域实现去美化 今年年初 日经新闻联合专业拆解机构 FOMOHOT对华为5G小型基站进行拆解 发现美国制造的零部件比例仅为1% 核心部件全部来自海思 拆解后日媒分析该基站的成本 甚至不如一台FOMOHOT的一半 但是却能为方圆2000米内提供稳定的5G网络覆盖 性价比极高 截至2021年底 美国建成5G基站数为10万座 同时期我国5G基站总数高达150万座 是美国的15倍之多 其实美国5G布局是比我们早很多的 但是美国刚开始坚定地认为 毫米波是5G正确的选择 走了几年弯路之后才发现自己是错误的 这时候就已经被中国弯道超车了 美国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级 最终选择了摆烂 5G摆烂之后美国仍然不甘心 希望提前在6G领域布局 对我们进行弯道超车 为了拦截我们美国可谓煞费苦心 6G专利中国以35%的占比位列第一 美国以18%的占比位列第二 我们依然遥遥领先 但是美国又搞了个所谓的6G联盟 联合了除华为中兴等中企之外的 24家科技企业共同投资发展6G 如果把6G联盟里面美国盟友日韩欧的专利 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其专利占比已经达到了54% 6G指的是天地一体化通信 5G负责地下 而卫星负责天上 所以马斯克的星链是个非常可怕的计划 目前星链已经发射了超过5200颗近地小卫星 马斯克最终的计划是用至少4万颗近地小卫星 把地球彻底包住 保证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头顶上都会有卫星 从而为地球提供无死角的网络和通信服务 经过俄乌战场的实战之后 星链的威力已经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了 近日马斯克宣布将推出手机直连卫星 Direct to Sail计划 要让手机可以直接连接卫星上网 不再需要笨重的小锅盖天线作为中计 其实早在几年前 我国专家就对马斯克星链发出了警告 院士李德仁直言 近地卫星轨道 泰赫兹和毫米波频段必须要抢夺 美国抢夺了太多太空资源 正在压缩我们的生存空间 12月6日3024分 杰隆三号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 这意味着寄星链之后 我国要打造全球第二个卫星互联网系统 按照此前的GW项目计划 要在2027年前 在地球低轨道部署1.3万颗卫星组成星座系统 打造中国星链 近日 华为6G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王骏宣布 华为6G已经完成卫星上网验证 今天央媒也给出了明确的时间点 我国6G将于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 这一系列密集的官宣意味着 我国在6G领域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从5G技术中吃到红利的中国 最清楚先进通信技术所带来的巨大能量 所以早在2019年6月 中国工信部 国家发改委 科技部 产业界就联手成立了 IMT2030推进组 旨在推进6G愿景需求研究 展开关键技术研发 参与技术标准制定 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中 我国明确提出要前瞻布局6G网络 要求相关部门加大对6G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 并积极参与到6G国际标准化制定工作中 再到今年6月 工信部向国际社会宣布 中国将开启对6G技术研发的全方位推荐 目前 中国在6G超大规模输入输出 通感议题 确定性网络等关键技术领域 接连取得重要进展 在6G专利技术领域 我国占据全球35%的份额 远超美国 日本 欧洲 中国俨然再一次成为 新一代通信技术研发的领头羊 中国相对落后的低轨 卫星互联网领域 也在今年迎来突破 2023年7月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 标志着中国已开始尝试低轨卫星与互联网的协同建设 仅从目前的专利技术来看 中国已经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 除此之外 中国还具备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一大优势 那就是雄厚的通信技术基础 正如业内专家所言 饭要一口一口吃 技术也要慢慢积累 通信技术的飞跃 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技术发展 经验累积 想要绕开5G直接投身 6G很难实现 一代通信技术的愿景 往往要发展到下一代 才能完美实现 6G当前的定位是 5G的延伸和完善 而不是一次彻底颠覆性的技术革命 因此6G也被称之为5G架 所以 6G的发展 需要建立在一定的通信系统设备 通信网络建设 业务平台等基础之上 而这些对于5G技术不完善的美日等国 是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其所谓的弯道超车 完全是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 每日欧洲目前发展6G的声浪很大 试图争夺未来通信技术的话语权 但6G可以是一项技术 可以是一种能力 也可以是一类产品 但它唯独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 没有扎实的技术做支撑 每日弹劾赶超我们 当前全球范围内 有资格谈论 引领6G发展的只有中国 我国的5G基站已经覆盖全国地势一级 所有县城城区 城镇覆盖面积也已超过90% 中国5G用户超过4.5亿人 领先全球的5G技术 覆盖全国的5G基站 丰富的推广使用经验 这些是我们在走向6G时代最大的底气 目前 6G发展仍处于理论与技术研究阶段 在空天地海一体化 通感一体化等方面 仍存在一系列短期难以攻克的挑战 而这些难题的解决 同样建立在过往发达的通信技术 与建设经验之上 要说未来谁最有可能在6G领域 最先斩获突破性进展 中国一定当之无愧 近日根据香港南华早报 披露 中国测试了一款 全球首个利用6G技术 进行潜艇追踪的探测设备 用到的技术 也被称为泰荷兹技术 具备识别海上低频声源产生的 微小水面震动的能力 这些微小震动的幅度 最小只有10纳米 以现有的技术 非常难以发现 研究人员指出 当水下航行器在进水面航行 或高速航行过程中 会产生较大的噪声 这些噪声传导到水面 会引起水面震动 不过当震动传达到水面时 其幅度会变得非常微弱 过去人们曾认为 很难将这种震动 与海洋的自然波浪进行区分 不过在此次测试过程中 研究人员用一种人造声源 来模拟潜艇发出的噪音 之后将探测器悬挂在海面上 对噪音产生的水面震动进行探测 从结果来看 该设备做到了以往技术达不到的探测效果 研究人员发现了 不同海况下幅度在10到100纳米的微小震动 在此次测试中 运用到的泰赫兹技术是关键 泰赫兹频率位于微波和红外辐射之间 它被认为是实现高速数据传输 和低延迟的潜在解决方案 一度被提议用于6G技术 虽然普遍声音认为 产生强大的泰赫兹信号十分困难 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在6G技术领域的突破 已经让这种技术逐渐走向实际应用阶段 此技术的突破 对我国提升反潜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能在我国维护海上安全和维护海洋权益中 发挥重要作用 不仅能增加海上作战能力 还能提高海上威慑力 更进一步推动海洋科学技术的进步 如果该技术未来实现大规模应用 我国海军便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现美国核潜艇 并通过放大、分析和整合各种信号 彻底掌握美国核潜艇的踪迹 美国海军核潜艇是美国展示和威慑能力 和施展全球霸权主义的关键工具 美国海军拥有全球最先进、最强大的核潜艇 他们能够隐匿在不同海域 随时准备发起打击 就好比位于日本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拥有70艘舰艇 约150架飞机 以及超过27000名水兵 美国海军还在太平洋区域 部署了20多艘攻击型核潜艇 随着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 奥库斯协议进一步推进 未来几年内 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区域的核潜艇力量 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等到那时 美国和其盟友大概率会利用核潜艇力量 对我国进行挑衅 可是现在我国返潜技术的提升 也提前告诉美国 我们已经有了新打法 应对美国核潜艇 中国高瞻远瞩的布局5G 从而引领了当今世界的通信技术浪潮 并引来美国、日本等国的觊觎 在6G研发时代来临之际 美日、欧洲纷纷不遗余力地压保6G 妄图绕过5G技术直接发展6G 最终实现对中国的弯道超车 只不过西方世界的急功近利之举 完全忽视了通信技术依次迭代的客观规律 这也注定了其弯道超车计划的失败